字幕志祥 不覺不覺, 到最後一刻 我們還是先喝一杯 好 你的目的是半醉 好, 一刻的 但可能我真的不太習慣喝酒 所以我喝了一點點 我現在就有點頭痛 真的嗎 很快 馬上來了 好 最後這一節 不如我上點心給你 甜品不是點心 你的甜品就是白桃流心霧絲 也是麻煩的 Aden 那個就是我智慧的朱古力霧絲 好漂亮 很漂亮 整個心霧絲就好了 是的 我心給你 好 一邊吃一邊聊好嗎 你這個是白朱古力條 好啊 我最喜歡的朱古力 對 今天多了朱古力條 很棒 很漂亮 剛才問了你這麼多問題 我想問你如果 先不要問你如果 我先問你怎麼看香港的形勢 其實這一兩年呢 你除了扮鬼扮馬 娛樂 香港市民之外 你都有幾件事都很出圍的 第一個問題問你就是 你怎麼看香港現在 香港人的心態 你覺得香港人的心態是怎麼樣呢 現在每個都 尤其是老人和年輕人 他們的心境是一定不好的 嗯 因為為什麼呢 老人 說真的呢 那些基金又少 嗯 你說 六十幾歲了 那些兒女也都沒有變得住 因為大家窮嘛 年輕人 把份工 根本是租不了這麼大一間屋 嗯 一間屋如果是稍為有兩個房的 也有五萬多 那怎麼辦呢 租一個兩個房是不夠的 是 他有小的房子了 養豐我一個 那些兒女一個 好了 我沒有勇敢要一個 那他租不了這麼貴的租 嗯 所以他要扔一些老人去大陸 是 大陸的租是只剩下二七人左右 是 差不多十半 不厲害 那扔了那些老人去 那些老人呢 有基金嘛 嗯 那現在呢 你申請基金呢 你要在香港住滿一年 那叫三果金 沒錯 三果金 住滿一年 那你叫他怎麼住滿一年呢 嗯 住滿一年 回來拿果 那二千五元 一個月 那根本就沒有這麼可能 嗯 是嗎 他都老了 幾十歲 就算你給那些三果金 他用得多少年呢 嗯 就是這些 社會都應該要體諒他 是 給那些三果金給他 讓他用來 收拾多少來教租 嗯 是嗎 因為 如果是有本事的 他不會扔那些父母去大陸 嗯 就是因為他根本沒有這個本事 是 那就寧願 二千多元 扔了那些父母去 嗯 那麼他都可以維持到兩個父母 嗯 但是你在香港是沒有什麼本事 是 因為他沒有地方給他住 嗯 嗯 所以這些呢 我就希望社會能夠 第一 最重要是要看出年輕的人 還有要看出那些老人 年輕人 為什麼呢 你要盡量搞多些屋給他們 讓他們可以 工也好 租也好 多些年輕屋 讓他們不用 給得到屋錢 就沒得吃 有得吃就沒得住 但是現在香港的地很少 香港的地很少 香港的地就不少 你正關注 你有很多不必要的 你高爾夫球場那裡 你那些有錢的老人 只是打一兩次 嗯 大哥 你拿了這麼多地方 你幹什麼呢 你把這些地方去 多給那些平民屋 哇 你以下的言論 好像得罪那些權貴 就是不讓他們打高爾夫球 不是不給 香港多少高爾夫球 他們有錢的人 坐飛機去打鏡 是 國內也有的 國內也有 國內也有 很漂亮 因為拿了香港的地方 是 你為什麼不要 以少來 令到多那些人受惠 嗯 因為你有了地 也多了很多 請了很多工人 那些工人也很有工作 嗯 你多建一些屋 當然便宜一點 那就等年輕人 可以有屋 你怎麼看現在呢 很多時候 那些年輕人 是會很直接表達他們的方法 是啊 例如不滿意 對 他就會罵人 是啊 會搗亂 對 你怎麼看這個心態呢 因為他們很怨氣 就是有時候 每一個人 不如意的時候 會很怨 像我那樣 譬如有時候 我不如意的時候 我都自己去怨的 怨就是要發洩 但是他 發洩行為 其實觸犯了法律 那你有時候沒有辦法 就是他不是想 是迫於自己 就是自己去訓導自己 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是 那是不是應該抑壓自己 我講一句 他們有時候會做一些行為 是會傷害到對方的 包括了 動手動腳 那些 那不行 這是絕對不可以的 是的 即是你自己發誓 你自己不開心 你是自己的事 你不可以傷害別人 這是不對的 你承不承認這個社會 因為民怨太深 而造就了一些比較突出 好聽的叫做突出 不好聽的叫做 騎人的藝人 出來 你是其中一位 你承不承認這個問題 是 我承認 你真的承認嗎 是 你過分都被壓迫到他們 都不知道他們怎麼做 所以就有一些 這樣的角色的藝人出來 令他們開心一些 就等於一個開心果 讓他們緩和一下 情緒氣氛 是的 所以夏威依有一個優點就是 他完全是不會覺得自己很原明 甚至他會覺得就是 即是時勢是做了你的英雄出來 不是 我是一點都不原理 是 不過我是豪華的 你有沒有看過美國 一套叫Wonderful Woman 神奇女俠 看過 那其實她的髮型很像你 她穿的衣服很像你的 我很不明白一套 為什麼一套給小朋友看的 神奇女俠 神奇女俠是低胸的 是的 我不記得了 是很像的 如果有機會 我覺得應該有些公司 找你做這個形象 Crosway Wonderful Woman 那就正 好 我給你吃完這口 因為我隔壁都忍不住口 有神奇的月餅 是的 它漂亮得 我不是特地買廣告 它是特地印了神奇的名字 還有我比較喜歡吃一些 不是太甜太柔的月餅 還有這些 原來有頭心 是的很漂亮 因為現在最流行的 很棒 不是太大的 剛剛好 我試試是不是太甜 因為Aidan告訴他 就不是太甜 生技的老闆 Dickon和Ricky哥 又告訴他 他極力推薦這些月餅 但他不是賣的 他只是做給熟客吃 我是 是的 是啊 它是不做太甜的 嗯 但是那個皮很香 很香 很香 現在不熱就冷了 很香是有蛋黃味 但不是太柔的 講起吃月餅 你真的有一個流雜 你連容不吃 我只是吃蛋黃 是的 你知不知今晚很容易膽固醇 暫時我都沒有 你逃避而已 你不會驗而已 我不想驗 因為我知道自己沒有 哈哈哈哈 你真的厲害 不驗你覺得自己是沒有的 是啊 你覺得你會不會是一個 斬腳趾被沙蟲的人呢 可能是的 就是每一個人 有時候很多不必要的 就是你沒有病 你走去驗病 你驗到你沒有病 你會病 小姐你未雨潮眸 很難說的 我是沒有這麼痛的 因為很多乳癌的車士 都是驗了 知道就馬上去醫 尤其是你 我沒有想過 你只是體積不細的 我沒有想過這些 我覺得每一個人 生死都有命 不是你說我想死就死 我想生就去生 我覺得 上帝也好 這個世人不做人出來 當他生的時候 他已經轉為何時死 是 就是我是信這件事 我剛才問一個 比較有趣的問題 搞到我都噴月餅 你怎麼看經理人 你不要看著我 OK 你怎麼看經理人 這個角色 他會做些什麼 經理人呢 說一下他們很真實 是很辛苦的 因為他第一 如果簽了一個藝員 他要盡量想 萬萬萬有工作 也要那藝人聽話 如果你找到東西 他做 那個藝人又說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 就是不行的 還有呢 他又擔心要遲到 好像我那時候喜歡遲到的 我不是想 很難得王夏衛小姐 在公開場下說她自己遲到 好像是力不從心 我知道 但是你力不從心之餘 你比別人還要餓 遲到那個時候 你只餓我 你對著其他人是不餓的 那不是 我覺得沒法智了 你罵我 我就玩一玩法 亂來也要罵你 我很喜歡你這句說話 亂來也要罵你 真的很真心 我自己都很生氣 自己是想的 其實我都會的 所以有幾次也罵你 我自己也是理虧 你知不知道你是先髮仔的人 譬如他約了傳媒 人家是限定時間 如果我不到 那沒事就不要了 那他就是你做經理 他做經理是很生氣的 我也是生氣的 但是我生氣是不能出聲 改變不了 但是他生氣可以罵我 然後你就找到發洩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那其實經理人要幫你做什麽 這個就是真的要說 其實我怎麽這樣說呢 我不是經常針對我 但是我禁這幾年呢 你知道小毛的出現 很多時候都是經理人 是的 有時候這句說話 其實我好像有少許得罪人 但我都要說 有時候見到那些經理人 簽了很多藝人回來 對不起 他們好像真的不太 take care 不太關心他們 那是不行的 我想從你的老人家的長輩 我心態是怎麽看 經理人應該怎麽去做這個角色 做好這個角色 說真的經理人 第一 他維護他自己簽了的藝人 好像我那樣 我是前頭的經理人 我根本什麽都不知道 人家打電話給我 我就找不到 撞旗我又不知道 做什麽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是靠我的經理人 他做經理人 第一 你找他 找他有什麽事 第二 你起碼你的籌合是怎麽樣 就是經理人一手去做成的 還要看壯不壯奇 這是經理人最大的責任 譬如經理人接了10天 10樣東西都是那天 那你根本做不到的 那你賠了賠不及的 賠了賠不及做經理人 是吧 所以做經理人是很小心 和很細心 要知道接的job 是什麽 也都要知道對方是給什麽條件 謝謝 講起這件事我想問 為什麽在路呢 我知道公司有請助手幫忙 為什麽這麽抗拒助手這個物體 因爲我覺得每一件事 助手沒用 我反而還要負責助手 我自己一手一腳 我可以的 我的助手 你找他 好像去到一個地方 拿著衣服 他還荒庇那麽餓 我要找他拿衣服 所以我覺得 你曾經有經歷 有經理的 所以我不需要助手 我需要一個經理 是呀 所以你的經理 不是當作助手 他對不及這件事 就是很有經驗 是 下一個助手 無端端找不到他 不是那麽次多 他就去吃東西 那我這個 很害怕的 因爲我是會抗他的 所以我從來都不想找別人 幫我 嗯 OK 夏慧依這樣 節目的尾聲 不如你試一下他的月餅 好啊 你試一口看看 好啊 講公道說話 好靚啊 你不要說要貪美的 當然 他生技是金色的 是嗎 是嗎 他因為焗焦了皮 不是專門說 好靚啊 你試一口看看 好不好吃 你覺得 你不用餵了 我不是餵 很香 還有他 不是很油 吃下去 很鬆的 他真的鬆快 你看 其實我知道你不是太大力 所以他和月餅是不同的 因爲我吃月餅 我是不吃的 只是吃過往的 是啊 因爲我不喜歡他外面那股皮 很硬 我是不好吃 但是這個 他的皮股那些肉 都是很鬆的 難得你連皮都吃 因為他不同的製作 好像普通月餅 他的皮是連外的 連容是另外的 但是他這個不是 他的皮和肉都是很鬆的 所以我不吃 好了 賣完廣告 因為他不賣的 對不起 純粹是給一些熟客吃的 對 OK 最後一個問題 真是想和你談談 假如 假如是大家的事 這裏有一點點東西 是的 你很誘惑 你那條舌頭頂回 OK 假如你現在 做完節目之後 明天你就完結生命 那當然你會問我 神經病的死 哪有人知道 是的 但是現在的上天告訴你 黃衛年小姐 你做完今天的人 你明天就會上天堂了 那現在要你畫上一個巨號 你會為你自己人生 形容是怎樣的人生 我會覺得 我死不怕 因為我在這十年裏面 我是什麽都見過 還有我會忘記了 將來我會死的時候 我會做什麽 我是不會說 死了的時候都會遺憾 我不記得做什麽 我是沒有做什麽 我一定會完成我自己 未死之前的事 就算我死了 我都會繼續 所以我覺得 就算我這一分鐘 沒有什麽 我都沒有很開心 因為我已經準備了 我生前所有的事 你最想你的喪禮 是什麽顏色 我最想我的喪禮 就是白色 好像 融了那些鑽石 都相處了 即是寫了很漂亮 寫了很漂亮 你最懷念的是哪位 如果現在寫 我死就沒有懷念我 我最懷念的是我先夫 如果我死了 我希望我見到他 大家和他在一起 所謂陰間裏面見面 或者天堂裏面 是一樣的 最喜歡的 你去天堂 最不想見到誰 沒有 我沒有仇人的 我只知道我最想是誰 最不想是誰 我都沒有 因為我從來 從來都不喜歡和人結怨 我也沒有經歷到我受益 最後一個問題 你覺得你是一個 油情屎水的女人 還是很巴渣巴克辣的女人呢 是一般一般 我應該有錢的時候 我會很有錢 但我應該兇的時候 我就會發財 多謝夏慧依今天心情的訪問 你都很多謝 你來到星秘書周記 我其實真的有個心願 如果有一天 其實拍第二季已經是相隔了三年 是啊 我很希望三年後 有機會拍第三季小秘書 我都可以很精神的 我也很希望 因為我可以長命一些 也可以為社會做多些事 乾杯 乾杯 多謝夏慧依 謝謝 祝你有一個 正在做生產健康 多謝你的經理 我這麼多年來 全是由你 一手做成 沒有你都沒有和夏慧依 三個字 你是真心的 沒有你感激 你也是啦 青春常住 OK 我希望活多幾年 不止幾年了 幾十年了 我們不如對著這個鏡頭 說再見好嗎 好,再見 再見 再見 各位愛好的朋友 祝你們身體健康 萬事勝利 再見 今天這個嘉賓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和他太熟悉了 很多人都誤會了夏慧依 是一個柔情似水的人 其實他絕對不是 因為他在應該要發惡的時候 他絕對會發惡 有人都說過我和他的關係 非常惡劣 臨到尾聲 我在這裡絕對告訴你 就算我不是他經理人 我依然都是他一個好的朋友 是十分十分好的朋友 謝謝你,夏慧依 每個月 時間為了 越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